前不久,亚洲联确定了2026年 市域在亚洲区共有8.5个出现名额 二位怎么看,对于中国足球来说,机会大吗? 苏茂珍知道,先回答 我觉得对我们肯定是机会是大的 那么是越来越大的,比起以前来讲 那么同时呢,对其他国家的话 那么也是越来越大的 现在不用说这些亚洲的传统的强队 像日韩、伊朗、沙特、澳大利亚的 都等等这些球队 那么对于其他亚洲二流、三流的这些国家 中国呀,包括刚才谈到的东南亚 你像泰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 西亚,你包括约旦、叙利亚、卡塔尔、巴林 等等这些球队 然后你包括东亚还有朝鲜 对其他的国家的话也是有更大的机会 那么这种竞争的程度呢 我觉得不比以前少 从这个方面来看呢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 那么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米如,怎么看? 它是不重要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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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最初的冠统 在这种群联统 他们必须玩很多重要的游戏 在这种游戏的游戏 我确认中国会在世界冠军 在美国、加拿大和美国 这是唯一的方法 竞争、好练习 相信自己和支持所有人 我确认中国会在世界冠军 我和米如的回答是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 我们的下一届世界被中国会被冠军出现